这一支是台湾南雀 之前子余老师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编过台湾南雀 那时候只有这个炸蒙 这个是炸蒙 后来想说我们这从尾巴开始编 那我们也可以从头编看看 结果就编了一支台湾南雀 各位像不像 很像 台湾南雀尾巴很长 它是我们的国鸟 它都是群居的 它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 大概都六七支在一起 像不像 超像的 徐徐如生 这一支是草莓 它也会动 这一支是华 它也会动 他说会动 对对对 好 还是你们要先 我们今天就加码 让各位做炒鞭好不好 鞭哪一种比较简单 要从炸蒙开始 那你会做这个之后 应该是用那个中套鞋 你学会之后啊 你学会之后就可以用那个吸管 吸管边这一支是鱼鱼 这一支是鲸鱼 这一支是花木兰的木须龙 这一支是鞠鱼 这一支是橘尾椅 尾巴翘翘的 好 有没有兴趣啊 好啊 有哦 那我们就先 先炒鞭 这一支手很正 你还怎么 但是要变起来 是不像 请旁闯 先进 先进我没有拿出来 那我没有拿出来 这一支是那个 龙虾哦 现在要三四名 这三色的哦 好 那我们就先做炒鞭 南雀 后来啊 不上就去 他说万一下雨的话 那我们一个人 先拿一片叶子